1月11号就要大选了 大家是不是都会回家去投票呢 总统蔡英文在合体波特王 叮咛手头族要记得回家投票 距离2020大选投票日不到一个月时间 各政党实境催票 学生返乡投票的活动也如火如荼 进行中 各政党也越来越不得不重视 新年的权益新年的利益新的意见 由台大领衔举办的三校返乡专车 第一阶段1000名名额已经受庆 第二阶段近800名名额也所剩无几 手头族摩拳擦掌准备返乡投票 但看在另一头等着回国投票的台商 却是两样勤 因为往年都是在前一个多月 就开始开放这个加班机和这个部分 那我不知道到底哪边出了问题 台商没有订到票这是事实 有推出来就是这个两段式机票的部分 目前好像也没有得到台湾这边同意跟允许的部分 到底是台方还是中方出手卡投票不得而知 但买不到票等不到飞机增搬这些都是事实 再加上民进党强在年底前成功闯关的反胜透法 或许也成了台商不敢回国的因素之一 就怕一踏进国门烦到惹祸上身 这场2020大选台商显得竞相勤确 和大学生的热情返乡形成强烈对比 环宇新闻宋俊云 徐国豪 台北报道